音樂 哈囉大家好 我是蜜蜜基之的李蜜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 也是我最愛的一個遊戲之一 它叫做蓋亞計畫 然後下面附標題是神秘大地系列遊戲喔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我之前介紹神秘大地的影片 如果沒有的話現在立刻給我去看 立刻去看 因為它是神秘大地的進化版 我們神秘大地原本是在地球上面 或是一個神秘的空間 可是現在我們進化囉 我們現在來到宇宙 對沒錯就是宇宙 我們現在都是全宇宙 就是各式各樣的外星人 然後有14個種族 我們要在這一片銀河系裡面互相競爭 然後得到最高榮耀的種族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勝利 那這個遊戲呢 它一到四個玩家都可以玩 那如果你是四個新手的話呢 玩四個小時是很正常的 對如果是四個老手的話 通常大概打兩個小時左右 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們在介紹之前呢 請拜託大家幫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按訂閱 請你訂閱這個頻道 這樣以後才可以收看得到我每一次分享的遊戲喔 那我們訂閱完以後就來看一下遊戲介紹吧 好的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遊戲 它總共有六個回合 這也跟神秘大帝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一開始會都是隨機設置的 然後下面這兩個呢 是遊戲比賽結束以後會有額外的加分 這也跟神秘大帝一樣 只是它把它移到這個地方來做一個詳細的圖版 然後這圖版的周圍呢 就是我們十四個種族星球的顏色 那每一個星球的顏色都有兩個不同的種族 所以總共有十四個種族 我們這邊有很多的角色 然後我們這個遊戲跟神秘大帝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可以自己選角色 不用用抽的 而且你選的角色正反兩面也隨便你選 可是我們要怎麼選角色呢 我們要先隨機決定一個順位 例如說ABCD這樣子 那就由A玩家開始決定說他要哪一個順位 對就是第二重的順位這樣子 那就會由A玩家開始選 例如說我是藍色 我想要順位2 好那我就要選 我選地球人 然後我選擇等一下開始的時候我是第二個順位 就這樣子 照ABCD的順序來選1234 這樣聽得懂嗎 有點複雜 就是我們會先選一個順位ABCD 然後由A來決定他要順位1234哪一個 然後他就可以順便選他的種族 對 好那我們選完1234以後呢 會把它排在這個順位表上面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會有韋家 因為韋家他是最後一個選角的 比較吃虧 所以我們會給他一個韋家補償 就是像現在灰色是第四個玩家 所以呢我們會讓他來可以更動一下我們的地圖 就是不更動也是OK的 就是我們現在是基本設置 就是他遊戲建議的設置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有一點變化的話 或是韋家覺得說天啊這個事件對我實在太不公平了 那他就可以先把他地圖先擺一擺 然後可是我們會先擺完地圖 然後再選角色 對如果你要更改地圖的話 就是我們會先把地圖全部都改好以後 我們再從第一號玩家開始選角色 所以剛剛我說擺順位先在選角色 這個是如果你用基本地圖 你不更動的話 那我們就是選順位的時候順便選角色這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會照這個1234的順序 輪流放小房子上去各放一棟 然後再從4321的順序開始放第二棟 所以一開始我們會有兩棟礦產基地在我們的銀河系上面 這是我們種族開始的起源點 對所以隨便你要放什麼地方 就是他沒有規定 就是只要是你的顏色就可以放 好那例如說現在要開始擺房子了 那有紅色玩家會先開始擺 然後擺在他紅色的星球隨便選一個放 然後再由藍色玩家、第二玩家 隨便放一個藍色的星球 然後這時候要注意就是你 盡量就是離其他種族不要太遠 因為這銀河系很大 很大 如果你選一個邊邊角角的 那就會很難玩 對所以就是盡量不要離其他玩家太遠 然後再灰色 灰色是第四夾 所以他會連續放兩棟 好那就這樣放兩棟 然後再回到橘色、藍色、紅色這樣子 好那我們放完小房子以後 就會拿一下我們的起始資源 我們起始資源總共有三種 大家會拿到就是四個不同的這個Token 那黃色的話就是錢 所以他的圖板上會有畫黃點點的地方 他上面最上面有一排這個數字軌 那畫黃點點的地方你就把它放上去 有兩個黃點點 就表示說我現在有15塊 然後最多我可以擁有30塊 就是如果兩個黃色都在15我就有30塊 可是他不可以超過上限 上限就是30 好然後那這個藍色的呢 藍色的叫做我的知識點數 就是所以他現在在3的位置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最後是白色這個 白色他是礦石 所以我們會放在就是白色點點的地方 好這樣子我們就完成我們遊戲設置 那接下來呢我們每一個回合開始的時候都會領收入 所以我們會根據就是像神秘大帝一樣 我們只要是下面有手的符號 像是這種手的符號上面畫了一個礦石 那我們就會領三個礦石 所以這個跟神秘大帝不一樣 就是他很方便喔 你領礦石不用另外去拿礦石 你只要把這個加3就可以了 超方便的啦 然後可是缺點就是你不小心動到就會 欸我剛剛有幾顆礦石啊天啊 所以要小心千萬不要隨便晃動這個板子這樣子 好然後接下來我還可以領什麼 就看這邊還可以領一個藍色 所以我就加一個藍色 然後其他的話好像就沒有了 然後人類的話他有特別的 這個叫做科技 那他的科技的話叫做蓋亞計畫 他有一點 所以我們一開始藍色的時候 藍色就會生一點這個蓋亞計畫 然後他生上來以後呢 我們會拿到旁邊對應的東西 所以他會得到一台這個叫做蓋亞機 這個是蓋亞機 就是藍色的一個這個小機器 好那我們就會把它放在我們的圖板上 然後這邊不要忘記 就是這邊還有一個綠色的方塊 它也是起始資源 那綠色的方塊叫做智能方塊 這個智能方塊非常的好用 它是量子智能 對所以他可以有多功能的用途 大家看一下他也非常的特別的形狀 那我們等一下介紹他有很多 很多特別的用途可以使用 那就是拿回來我們也放在我們的圖板上 好這樣就完成我們的基礎設置了 那拿完我們的起始資源之後呢 我們會再從尾夾開始先選一片PASS板塊 就是這七片 四個玩家的話會有七片PASS板 那從尾夾先選一人選一片 好那選完以後上面有什麼收入呢 有手的就是馬上拿 馬上拿 所以我這邊可以再拿兩顆痘痘 像我這一片的話就是加兩個紫色的痘痘 它紫色的話這個時候就不是魔力了 它是特殊的能源 所以我們就把紫色的痘痘加在一匙的地方 它上面還有畫就是第一匙 所以我們就只能加在第一匙 好然後下面的話是一個礦石 我就在礦石加一 好那大家輪流選完PASS板塊的話呢 中間就會剩下三片 剩下三片的話就可以開始玩遊戲了 下一回合我們PASS的時候會再跟這邊的PASS板交換 好那我接下來就開始講說我們的遊戲要怎麼玩呢 那玩遊戲的非常簡單 你只要有一個八面閃就可以玩這個遊戲了 對因為首先你要先拿到萬能玩家幫助卡 就是這一張 它總共有一到八個動作 每次輪到你的手你只要一到八的動作 選一個做 選一個做做完就結束你的回合 所以你不知道要做什麼你就拿出一個八面 骰骰一下 骰到八 哇我就PASS了 我這回合就結束了 那就馬上就要等大家做完這一回合 我才會到下一個回合 對所以如果大家都PASS了 那這個回合就結束 我們就會開始下一個回合的收入階段 好那其他動作是什麼呢 現在我一個一個講 就是第一個動作呢叫做 蓋礦產基地 蓋礦產基地 就是我們神秘大地的小房子啦 對可是我們這個大地呢 不是大地它是宇宙 所以它非常的奇妙 就是它沒有沒有航海技能 所以我們現在要升級的呢 叫做航行技能 因為我們是用太空船就是去 各個星球間航行的嘛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航行技能的話現在在土板上 就是在這邊 我們一開始的航行技能都只有1點 為什麼有1點呢 因為我們要1點才能到隔壁的星球 對它不像神秘大地就是航海 0的話還是可以走陸地喔 我們現在沒有陸地喔 所以你一定航行要有1 你才可以到隔壁的星球 那航行要有2的話呢 你才可以到 例如說隔壁跟隔壁在隔壁的星球 例如說我現在是橘色 我航行有2的話 我可以到白色 咖啡色 或是這邊的白色 或是紅色 或是綠色 可是它就是沒有星球的擋住的限制 例如說我航行有3 我可以不管這邊有這個白色星球 它不會擋住我 因為這個宇宙很大 星球就算它在這邊它也不會擋住我 所以我航行有3的話 我就可以1 2 3 我就可以到黃色這邊 對 所以我要航行有到的地方 然後加上 要是我的顏色 我才可以在上面蓋礦產基地 對 那這時候我們會問說 可是那我們神秘大地有產值 我們可以改變地形 那我們這時候 如果它不是我的顏色 該怎麼辦呢 對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有一個叫做 那個轉化 就是有一個轉化的行動 就是你也可以用轉化去改變它的顏色 可是我們這時候就不會把自己的顏色給放上去 我們轉化的時候呢 就是還是直接會把我們的房子放上去 這時候就不管它星球原本的顏色 我們就可以直接轉化完就放上去 可是確定就是你沒有辦法分開轉化 就是你一次一定要把它轉化到你可以居住 如果你轉化到一半 因為它 sorry喔 黃色我沒有其他片片可以把它放上去 你不能分次去轉化它 所以你一次一定要到達你可以居住的程度 才可以放礦產基地 好 那就是第一個行動 就是要蓋在有你的顏色的地方的地 然後可以蓋一棟礦產基地 那一樣就是要花多少價錢跟工人的話 就是看你的圖板旁邊 礦產基地就是要花一個礦石跟兩塊錢 然後如果其他的話都寫在它的左邊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看就知道了 好的 那我們第二個行動呢 就是我們這個遊戲的主角 叫做蓋亞計畫 對 它就是第二個行動 就是首先呢 你要先拿到一台蓋亞基 就是剛剛我們人類不是一開始就會拿到嗎 可是其他種族就比較辛苦 就是它要有蓋亞的科技 才能夠拿到這個蓋亞基 好 那我們就是第二個動作 就是把蓋亞基放到一個你可以蓋的星球上面 那我們這個蓋亞基呢 它只能放在紫色的超微星上面 所以你必須周圍又是要有 航行到的了的超微星星球 像我藍色如果假設我有航行2 那我就可以到這邊可以放在這個紫色的上面 然後看一下你的蓋亞的點數是多少 例如說我現在蓋亞科技是在這個第二個的位置 那它旁邊會寫六顆 六個紫色 所以你也必須要把六個紫色這裡 塗板 你的個人塗板上 二 四 六 必須把六個紫色的這個痘痘關到綠色的區塊 你才可以使用這個蓋亞基 就是它會消耗掉你的能源 所以你這些能源呢 它這一個回合就不能再被做任何的使用 它要到下一個回合它才可以就是出來 像它這邊有一個箭頭 綠色 噔噔噔噔噔噔噔 變成紫色 所以它在綠色的地方是不能使用的 它到下一個回合它會回到紫色的區域 這時候你才可以重新再使用它 對 所以其實如果你痘痘不夠多的話 紫色痘痘不夠多 就很難做蓋亞基化這件事情 接下來呢 這個蓋亞基放在這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蛤 現在是紫色的星球嘛 那我們等到下一個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哇 它就會變色了呢 我們就成功的把一個紫色的超微星變成綠色的蓋亞星了 對 綠色的星球叫做蓋亞星 它為什麼叫做蓋亞星 然後是我們蓋亞計畫的主角呢 因為綠色的星球呢 它是最適合所有的種族居住的星球 就是它是一個超級棒的星球 所以每一個種族都可以住在上面 它就是最特別的一個星球 其他星球我們都要照顏色才能住嘛 可是綠色不管你是什麼顏色 都歡迎你來綠色的地方居住喔 只要你航行到得了你就可以來 對 所以我們如果蓋亞基就是 到下一個回合它就會把這個星球變成綠色的呢 而且你的蓋亞基還是會放在上面 就表示說別人是不能來強佔你這塊地的 因為這塊地是你辛辛苦苦用蓋亞計畫給建出來的嘛 所以只有你自己可以使用 那其他地方的綠色地 就是其他地方的蓋亞星球 都是可以任何種族都可以去的 好 那我們下一個回合的話 它就變成長這個樣子 就上面有一台我自己的蓋亞基 然後下面變成綠色的地 可是我必須還要畫一個行動 才可以把蓋亞基變成礦業基地 就是剛剛講的第一個行動 OK 第一個行動就是蓋礦產基地 那我下一個回合必須要再做一個第一個行動 蓋礦產基地 我才可以把我的礦產基地跟蓋亞基互換 互換以後這個蓋亞基它也不會消失喔 像我第一次玩的時候就很笨 就是以為這個會消失 可是它其實是可以重複利用的呢 有沒有非常的棒 就是你可以再把它收回你的圖板上 你這一回合你還可以再次使用它 可是如果你一直把它放在上面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再使用 你必須先把它回收回來 然後就可以再放在另外的紫色行球上面了 對 這就是很方便的一個行動 叫做蓋亞計畫行動 好 那接下來我講一下第三個行動 叫做升級你的建築 對 那我們這邊跟神秘大地的建築 其實長得有87%像啊 就是它的小房子就很像它的礦產基地 然後交易所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也是一個交易所 因為我們在宇宙中還是要跟別的星球做交易 因為每個星球產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 就是它其實算是就是距離二以內 就是有別的星球 你就只要花兩個礦石跟三塊 那如果你距離二以內呢 都沒有別的星球有人居住的話 那你就很難交易 所以你就必須要花到兩個礦石跟六塊錢 你才能蓋一個這個交易所 那蓋完交易所以後你的這個礦產基地 就會把它收回來 回到你的版圖上 你又可以再次使用它了 好 那我們小房子的話呢 它是礦產基地 它只能升成這個交易所 那如果是交易所的話呢 它可以選擇你要升成這個圓形的 小小的圓形這個叫做科技 科技中心 它就是專門就是做科技的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把它升成星際要塞 就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藥塞這樣子 那這個只有一洞就是蓋完就沒有了 可是我們的科技中心有三洞 那你蓋成科技中心以後呢 它是一個小小的圓嘛 你可以再把它升計成這個 超級大的科技總部 它就是一個更大的科技研究所 研發中心這樣子 那這個有兩洞可以蓋 比較不一樣 就是像我們成名大概只有一洞 它有兩洞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個大洞的 大洞的就是點數三點 然後中洞的就是自摩 不是啦 中洞的就是有科技基地跟交易所 它都是中的就是有兩點 然後小房子的話就都是一點 好 那這是第三個行動 你可以選一個建築物把它升一級 只能升一級 那我們在蓋這個科技基地或者是科技的超級大研究所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選一片科技板塊 因為我們研發初心的科技嘛 我們蓋這個科技中心就是為了研發科技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大家看一下這裡 有123456789 9種不同的科技板塊我們可以挑選 那我們每一種只能拿一次 所以如果我已經拿過這一片 我就不能再拿這一片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任選一片把它拿回家 然後拿回家以後呢 你就會得到上面的bonus 像這一片是收入的 那收入的不會立刻拿到 要到下一個回合的收入階段你才會拿到 然後也有像這種就是 橘色行動方塊的 這個等一下會講 就是你每個回合可以用一次 所以它就是每個回合你只要放一個這個 放一個這個灰色的片片上去 就是它就是一個行動 你可以使用它 所以它每個回合都可以用一次 然後它有另外一些就是特殊的 特殊的像是這個 它旁邊有白色星星 有白色的星星的符號 那就是說這個是馬上拿到 馬上拿到而且只能拿一次 它就不像回合收入是每個回合都可以拿 它是只能拿一次 然後像這個的話呢 這也蠻特別的 它就是說你有幾個顏色的星球 所以你要算一下說你總共在哪些顏色的星球上有蓋房子 有幾種顏色你就可以得到幾點之勢 對它就是就是博學多文 你去過很多星球這樣子 好然後還有這個比較特別的講一下 就是這個的話呢就是說 你的這個大洞 你的心計要塞跟那個科技研究所衝刺以後變成四點 就是你吸魔或者是你要當點數計算它就是四點 那你拿到這洞 這個以後三個大洞都會變四點 好然後還有就是有得到分數的 然後也有這個 這個就是有點像我們神秘大地的圖一啦 就是它就是如果你蓋小房子在綠色的蓋亞星球上面 你就可以馬上得到三分 它這個是被動技能就是當你有蓋的時候就會有分 沒蓋就沒分 所以可以大家自己選一下要拿什麼 然後你拿完以後呢 除了得到上面的bonus 你還可以升級一個你的科技軌 那升哪一個軌道的話呢 要根據說你拿下面的哪一個軌道的片片 因為它每一次遊戲的setting都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拿的是這一片 你就會升這個咖啡色的科技 如果你拿的是紫色下面的 你就會升紫色的科技 那比較特別的是下面這三片 下面另外有三片是什麼咧 就是說你拿下面這三片的話 它旁邊有畫各個顏色 就是說你可以升任何一個顏色的科技 所以它下面三片的話是比較有彈性的 就是你可以隨便選一個科技來升級 對所以下面三片通常會比較好拿 好那這是補充的地方 好我們第四個行動呢 我們在這裡叫做行程城邦 那為什麼是有行程城邦這個行動呢 因為有玩過神秘大帝的玩家 應該覺得有點困惑 因為在神秘大帝呢 行程城鎮 它是一個自動的行動 就是它只要達到它的要求 就自動會行程城鎮 可是在這裡的話不會喔 因為它是在宇宙間 宇宙間你必須要靠衛星把它連接在一起 就是這些神奇的小方塊它是衛星 就你必須要靠這些衛星去把你的 每個星球的建築物連在一起 我們才能夠形成城邦 所以它是一個行動 就是你要耗費掉你的衛星 那我們衛星要怎麼拿到呢 衛星其實一般的時間都不會在我們的手上 它就是在共用區域 那我在宣告我要形成城邦的時候 我才可以去拿衛星 要怎麼拿勒 就是我在這邊紫色區域的痘痘 我有幾顆 我就可以換幾個衛星 例如說我這邊有四顆 好 那我就把這四顆痘痘 氣掉 永遠消失 永遠消失 我把這個紫色痘痘呢 換成藍色衛星 所以我就這時候可以拿四個 四個藍色的衛星 好 那我要就是要用四個衛星 把我的所有我要城邦的星球 連在一起 我就可以形成城邦 而且點數要大於七 我剛剛有講嘛 就是大洞的是三點 然後中的是兩點 小的是一點 那像我們在神秘大地裡面呢 我們要超過四洞才可以形成城鎮 可是這裡不需要喔 這裡的話不管你幾洞 只要你加起來有七點 你就可以形成城邦 那我們就把衛星把我們要形成城邦連起來 例如說像我這邊如果是一個軍師 那個 星際要塞 這樣就是三點 然後這個是兩點 所以我把它連在一起 那我可以自己選擇我要怎麼連 因為連連看嘛 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路徑去連 都沒關係 可是使用衛星呢 它有一個規定 就是你一定要是最短距離 所以你不可以亂繞 就是用衛星把星球包起來 或是用衛星去別的銀河系繞一圈回來 都不行 就是你要用最短距離 例如說我要連這個星際要塞 跟這個交易所 那我就是只能這兩個選一個放 因為這兩個都是最短距離 好 那我要再連這個小房子 我這邊就還要再放一顆 好這樣就有1 2 3 4 5 6 6點了 那假設我這邊還有一個小房子 或是在這裡好了 那我就再放一顆衛星 它就是 嗯 7點就可以形成城邦了 對那像我這樣子放的話 我只需要3顆衛星 所以我就只要換3顆就好了 因為多的 多換的你也不能留到瑕疵用 就是多換的你就要丟掉 所以就是你只能換說 你需要幾顆你就換幾顆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形成城邦的話 我們會在這邊 放一個城邦標記上去 看你要放哪都可以啦 例如說你想放在這個銀河系中間 的銀河上 好 那我們就放一個城邦標記 就表示說你這個地方已經形成城邦了 那我們形成城邦的話呢 一樣就是有獎勵片片可以選 那總共有6種 然後每一種都有2片 除了這個12分的以外 因為這個12分的比較特別 你看大家都是綠色的 可是它是灰色的 就是它不能拿來就是 做你的科技進化使用 因為它比較高分 對所以它是比較特別的 它只有一片 那其他的話每個都有2片 那2片通常都會得到分數 再加上一種資源 像這個的話是7分6塊 這是8分跟2個紫色痘痘 然後6分跟2點知識點數 點點點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說 你需要什麼 那我就拿拿一片鑰匙 然後把它拿回家以後呢 它就是綠色的 除非我之後就是有一些 特殊的需求 我科技需要進化 我就會把它翻面 翻面如果變成灰色的 就是這片不能再使用 對所以有的科技就是 你一定要有綠色的城鎮 城邦板塊你才可以使用 那我就先把它放著 等我要需要使用它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它 好那這個動作就講完了 就要形成城邦 好接下來我要講的是第五個行動 叫做就是升級科技 對那我們之前的話呢 剛剛有講過說 如果你蓋科技中心或是科技嚴重所 也會升級科技 那我們也可以用一個行動來升級科技 可是我們首先要先有知識 大家就知道知識就是力量 所以我們有知識的話 我們就可以升級我們的科技 那你至少要有4點 4個4點科技點數的話 你就會把它扣掉 扣掉4點然後我們就可以選一個科技來升級 對可是這個時候升級的話呢 我們並不會拿到這個科技板塊 因為科技板塊是要蓋那個 研究院什麼的才可以拿到 那我們這裡用知識 就是我們自己看書 自己看書來升級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升 像我想要升級綠色 我就升級綠色一點 好那我們升級如果經過這個 黑色地帶的話呢 我們就會得到3點 3點紫色的這個能源 3點紫色的能源 馬上得到 然後當我們如果要經過這個 這個叫做高級科技 這邊也是隨機設置的 總共有6片 就是每個軌道都有一個高級科技可以升級 那你科技如果升到4或5的時候呢 你才能夠拿中間這一片高級科技 而且如果你拿的高級科技就是你的 這個城邦就要翻面 你就要使用掉一個城邦 那當我們的科技升到5的時候呢 它就會發生特別的事情喔 因為我們升到5就是這個科技的權威 所以別人就不能再升到5了 升到5的只能有一個人 就是科技權威 然後科技權威會得到一個額外的獎勵 像這個咖啡色科技 它就會送你一個城邦片片 對那你拿就可以把它直接拿回家 然後得到上面的分數跟資源 好那你就可以拿回家 然後如果是灰色這一軌的話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黑暗星球喔 這個我覺得超酷的 就是它是另外一個顏色 叫做黑暗星球 對它就是你可以多一個 多一個星球的顏色 好那你拿到黑暗星球以後 你可以任選銀河系一個地方 可是要是沒有東西的位置 例如說這邊如果有別人的衛星 或是自己的衛星什麼的都不能放 所以你只能放在一個空曠的 空曠的銀河系中央 因為它是一個大星球嘛 然後再放一個你自己的顏色上去做標示 就表示說這個黑暗星球是屬於你的 那它就是等於是一個 免費就是有一個礦業中心在上面 你不用花資源 可是它就是等於一個礦業中心 對所以它也可以當作一點來計算 好那其他的話就是比較簡單 就是會有四個行行嘛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會得到四顆綠色的智能方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說你得到四分 然後你現在有幾個蓋亞星球是你佔領的 你就會得到一個一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它這行板都是收入的科技 可是如果你到五以後 你就不能再有任何下面的收入了 你就變成馬上得到三個礦石 六塊錢跟六個能源 這樣你以後每回合都不能收入了 可是你會馬上得到這些東西 然後最後一個呢就是得到九點智力 一樣它下面都是收入 可是你上來以後就不能再領收入 就是直接拿到九點科技 好這是我介紹完就是升級科技的功能 那我們拿科技板塊除了下面這九片以外呢 你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可以選 就是上面這六片 它叫做高級科技板塊 那拿高級科技板塊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如果想要拿上面不拿下面的話呢 你必須科技要在這一個軌道的四或五 就是要在它的上面或下面 就是你才能夠有資格拿它 因為你的必須科技要夠高 你才能夠升級高級的科技 所以要在四或五 然後四或五的人全部都可以選擇這一片啊 然後可是如果你拿回家以後呢 你要先有一個普通的科技 就如果像我家什麼都沒有 我就直接拿高級的科技 不能喔 你不能使用它 所以你必須要先有一片普通的科技板塊 然後你再把這個高級的科技板塊蓋上去 蓋上去它就升級了 它是用升級的概念來做的 所以你原本那個板塊上面的東西 就不能再用了 可是像我們通常都會蓋這種一次性的 因為它拿完就沒有用了嘛 就是一個廢物 就是你可以把它拿來升級 升級以後它就以後永遠都是這個功能了 你不能再把它拆掉 它就永遠都變成高級的科技 好 那就是有這兩個限制 那第三個限制就是說 你必須要先有一個城邦的這個片片 然後你必須把它綠色這一面 翻過來翻到灰色 你就是使用掉一個城邦的片片 你才可以拿這個科技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形成任何城邦 你沒有城邦的板塊 你是不能夠拿高級科技的 所以它總共有三個限制 它其實很難拿 可是它的那個好處非常的大 就是比一般的科技還要好很多 所以就是能拿的 我們都會盡量趕快去拿科技板塊 高級科技板塊 好 那我接下來介紹第六個行動 第六個行動 第六個行動叫做使用你的能源 對 什麼叫使用你的能源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個人圖板這邊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能源 我們要怎麼樣去轉換跟利用 那我們要怎麼樣得到我們的能源呢 首先就是我們必須要在 航行距離二以內有人升級建築 或者是蓋這個小的建築物 有人蓋或是升級 我們就可以得到自己點數的那個能源 例如說我這棟建築物是兩點 那如果我旁邊蓋了一個小的礦產基地 那我就可以得到兩點能源 對 那航行距離二以內的都可以得到 所以它如果 例如說灰色玩家在這裡 那橘色玩家蓋在這邊 那灰色這個礦產基地 它就可以得到一點能源 好 那我們得到能源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從一匙 先看我們的第一匙有沒有能源 如果第一匙有這些痘痘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先從第一匙的轉上去第二匙 對 它這邊有畫一個圈圈 它是能源的這個circle 所以我們先會從第一匙轉到第二匙 得兩點的話就是往上轉兩顆 那我們必須要第一匙的全部都轉完以後 我們才可以轉第二匙的能源 第二匙的話呢 一樣就是第二匙會到第三匙 這邊這個箭頭都有寫 第二匙如果我吸到六點能源 就全部過去 二 四 六 六點 全部過去 可是不可能一次吸六點啦 對 因為我們這個 跟神秘大帝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它只會選一棟 你最大的建築物來吸 所以如果我這邊有很多棟 那我就是只會吸最大的這一棟 它不會相加 所以如果灰色蓋這邊 我只會吸這一棟最大的 就是三點的 不會加起來變五點 對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吸到五點或六點魔力 能源 對不起講錯了 就是最多只能吸到四 那如果要你的 你要拿到那個大洞四點的話 你才有辦法吸到四點 所以最多就是四點 那如果 你吸的話一樣要扣分 就是如果你吸四點 你就要扣三分 吸三點就要扣兩分 吸兩點扣一分 吸一點就不用扣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吸到第三區來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當作可以使用的能源了 它終於可以使用了 怎麼使用呢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共用的圖板 好 那我們要使用的話呢 我們必須花這個行動跟能源來使用 如果我有七個能源在第三匙的話 我就可以換這一個 它叫三點智力 三點知識 你就得到了三點知識 然後把它蓋住 蓋住的話表示說這一個回合之內 不會有其他玩家可以再換一次這個 三點智力 那如果全部都蓋住 那你就不用換了 就是你只能換說就是 還沒有被蓋住的東西 好 那如果我有五點能源 我就可以換這個 轉換地形兩次 就是同一塊地形 你可以轉換兩次 它不能分開轉換喔 因為你一次只能蓋一個基地嘛 所以這個這邊的話 轉換它一定要是同一塊地 因為你不能兩塊地分開轉換 因為轉換完一定要馬上蓋房子 這是跟神秘帶來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兩個轉換一定要在同一個星球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得到兩個礦石 得到七塊錢 得到兩點知識 得到一個轉換 跟得到兩顆痘痘在第一匙 對 所以這就是一些能源可以換的東西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選擇行動 用綠色的智能方塊來換 換取下面的好處 什麼是智能方塊呢 智能方塊就是綠色這個 那我們如果手上有拿到智能方塊 我們可以選擇這個行動去換智能方塊 可以得到的東西 那幾乎都是有兩個是分數 然後有一個是科技板塊 那這個的話黑色跟紫色你可以任選 黑色就是下面這些普通的科技板塊 那紫色的話就是上面這個高級的科技板塊 你可以選一片就是立刻把它拿走 然後並且升級一個對應的科技 好這就是要四顆科技智能方塊才可以換 然後這個的話呢 三顆智能方塊你可以換一個鑰匙 就是說你可以任選一個你自己原本有的城邦 例如說我原本有這個七分跟兩個礦石 那我就可以選一個我自己原本有的城邦 就是複製上面的東西再得到一次 再得到一次 可是如果你自己沒有的話就是不能的喔 它只能複製自己的 自己曾經擁有得到的 然後最後這一個你只要花兩個智能方塊就可以換 就是說你先得到三分 然後你有一個地形 你有一個顏色的星球 你就可以再多得一分 所以如果我有七個顏色的星球 我就可以得到總共有十分 所以這個其實如果你星球顏色多的話 換這個的話分數可以加得非常的快 好那這就是我們的第六個行動 好接下來我們講第七個行動 第七個行動就是我們用橘色的六角形方塊 來拿東西 通常都是拿資源啦 那哪邊會有橘色的六角形的東西可以使用呢 就是像我們的PASS版上面有的時候會有 像這個的話就是你蓋一個 把它遮掉 都是一回合使用一次 你把它遮住以後呢 就是這一回合不能再使用 可是你會馬上得到上面的 這個是轉換地形 你就馬上可以轉換一個星球的地形 然後如果是高級科技板塊 有時候上面也會也有 就是你蓋上去馬上可以得到三點之力 然後像我們的普通科技板塊也有 就是可以轉四點能源 然後像我們的玩家圖板 有的玩家它的特殊能力也會有 像這個雖然很大一格 可是它也是橘色的沒錯 就是一個行動 那我們把它遮住 雖然有點遮不太住啦 就是勉勉強強遮住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行動可以做一次 這回合也可以做一次 它這個是特殊行動 就是你可以把小房子 跟你的心機要塞交換位置 那就是蓋住以後 你這回合就不能做了 然後像我們的這個玩家圖板 這邊也會有 就是這個是科技研究所嘛 你蓋出來以後 你每回合可以花一個行動去 拿一個綠色的智能方塊 你就蓋住以後 馬上就可以拿一顆綠色的智能方塊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 你就選一個 只能一次只能用一個格子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我們講第八個行動 就是PASS PASS的話呢 你做完這個動作 你就會結束你這個回合 所以呢你就要必須要把你的這個 上一回合你拿的這個PASS片片 把它交回去 然後換一片新的 這邊會有三片可以選 那你就是選一片你喜歡的 就可以當做下一個回合的收入 然後像這個PASS片片上面 如果有這種標記的話呢 就是說你下一個回合 你交出這個片片的時候 紅色的箭頭就是說 每一個回合結束的時候結算 所以你下一個回合結束的時候 你有蓋出幾棟這個大的建築物 你就會移動得到四分 對那這種紅色的箭頭都是一樣 都是回合結束計算的 剛剛講到紅色箭頭是每回合結束 那我順便講一下 綠色箭頭的話就表示說 你每一次蓋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都會得到三分 綠色是每一次都有 然後像我們如果是白色箭頭的話呢 它又有星星 白色星星 就表示說它是只計算 你拿到這個的當下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種顏色的箭頭 就是大家可以記得一下 好的那我們就PASS以後 就會調下一回合的順序 就是你第一個PASS的人呢 假設我是橘色我先PASS 那我下一回合就會變成第一順位 那第二PASS的人就會 下一回合第二順位 依此類推 所以下一回合的順位是會改變的 然後這個是起始玩家標記 那你可以就是傳給下一個回合的起始玩家 它就是一個蓋亞星球的符號 很可愛 OK 那我就講完所有八個動作囉 還不知道怎麼玩的人 就拿出一面八面骰吧 好的那我講完八個行動 然後要補充兩點 兩點就是在你的個人圖板上面 它也有一些行動可以做 然後也有一個小小的玩家輔助板塊在這邊 那先講它這個就是說 它有標示說你這個顏色的一次轉換 可以轉換哪些顏色的星球 像我是藍色 我的一次轉換可以轉換白色跟紅色的地形 所以那個二次轉換就是灰色跟橘色的地形 三次轉換是咖啡色跟黃色的地形 它都每個玩家的板塊上面 都會有不同的這個標示來輔助你 對 然後下面的話就跟你提示說 你用一顆綠色的智能方塊 你就可以去一個綠色的蓋亞星球上面蓋你的房子 對 或是用這個蓋亞機 就蓋亞機的話剛剛解釋過了 可是如果我們要去綠色的星球 你不是使用蓋亞機的話呢 你要丟一顆綠色的智能方塊 然後最後面這個就是跟你說 如果你要使用蓋亞機去紫色的星球 你必須要把魔力關到這個綠色的地方 關到綠色的地方 然後每一次回合結束的時候 它會再從綠色的地方回到紫色的地方 好 然後接下來這邊旁邊這個黑色區域呢 就是叫做快速行動 快速行動就是它不佔你回合的次數 就是你一回合內想要換幾次都隨便你 而且它不佔行動 所以你還可以再做別的行動 好 那什麼是快速行動 就是你可以用一個礦石去換一顆這個紫色的痘痘 紫色痘痘 就是如果你之前有被換成衛星 紫色痘痘可能變得很少 那你可以用礦石去換一顆紫色痘痘回來 可是它就是必須加在一匙的地方 要加在第一匙 然後這邊礦石你也可以換成一塊錢 然後一個能源你也可以換一塊 然後四個能源可以換一個知識點數 那其他知識點數它也可以換成一塊錢 好 那三個能源你可以換一個礦石 然後四個能源你可以換一個綠色的智能方塊 那智能方塊也可以換成礦石 那礦石你可以再換成錢 所以它這邊轉換其實還蠻多元化 可以自由轉換 然後綠色的呢它有一個功能它顯示在這裡 就是說你用一顆綠色方塊把它丟掉 那你就可以馬上航行加二 可是它是一次性的 就是你現在如果需要航行點數 可是你的航行科技沒有那麼高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丟掉一顆智能方塊 讓你迅速一瞬間就是噴射 我們都叫噴射 就是你馬上航行加二 所以你可以立刻噴射到一個 你本來到不了的星球去上面蓋房子 對 所以這個智能方塊其實是很好用的 就是快速行動你可以使用它 好的 那當我們六個回合結束以後呢 我們每一個回合結束都會翻面 就是標示說我們這個回合結束 所以當你六個回合都翻面以後呢 我們就遊戲結束了 然後開始最後的計分 首先呢我們可以先把資源換成一分 三個資源都可以換成一分 就是這個錢或者是知識或者是礦石 任意湊就是三個就換成一分 然後這個四分是說你的科技 如果每一個軌道上你科技有到三或四或五的 你每一個就可以加四分 例如說我有一軌科技在五 那我就可以加三四十二分 所以這科技的分數其實是可以很恐怖 因為你六個軌道都會計算一次 如果你六個軌道都在五的話 七十二分 數學有點慢 所以如果你六個軌道都在五的話 你可以得到七十二分喔 有沒有很恐怖呢 可是目前是沒有人可以達到這種事情啦 就是太困難了 所以如果你科技在三的話 就是得到四分這樣子 你就每個科技的軌道都算一次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兩個東西 我們會跟所有的玩家一起比 那我們的玩家 我們在遊戲過程中呢 你可以自己先推進你的這個顏色來做計算 像這個的話是說你蓋了幾棟建築物 然後這個的話是說你佔領了幾個綠色的蓋亞星球 所以我如果中途佔領了一個 我就可以把我自己的顏色往前提升 那如果你們遊戲結束再一起計算也是可以的啦 例如說遊戲結束計算完是這樣子 那我們橘色就是第一名啦 第一名會加十八分 然後藍色第二名會加十二分 然後灰色第三名就是加六分 那如果是平手的話呢 就是分數相加除以二 像這兩個如果是第二三名平手 那我們就會六加十二除以二 所以這一個人就是九分 OK那如果跟第一名平手的話呢 就是十二加十八除以二 就是一個人會有十五分 對然後那我們這兩個會分開計算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算你遊戲結束你總共蓋了幾棟建築物 那就是如果也是跟前面那個一樣 就是這樣子的話就是第一名十八分 第二名十二分第三名六分 對所以我們就會把這些分數再加在你的分數軌上面 然後遊戲結束就是分數軌最前面最高分的玩家就是獲勝了 恭喜你 好的謝謝大家收看我的遊戲介紹 那我覺得這個遊戲呢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之前很愛神秘大帝 那喜歡神秘大帝的玩家 你務必一定要玩蓋亞計畫 對因為它其實好玩性比神秘大帝更增加了許多 因為它變成有各種各樣不同的科技軌道給你去選 所以比我們之前拿神恩板塊的選擇性更多 而且它又多了高級科技 所以它又是隨機設置的 所以就是多元性整個變化變得非常的大 所以你在玩起來的時候它的複雜度又變得更加複雜 那如果你還不太會玩神秘大帝的話呢 你可以先就是從神秘大帝開始練習 然後你練習好了你在玩蓋亞計畫 這樣子你上手會比較快 對那我們上手比較快的話呢 就是玩的速度也會比較快囉 不然的話要一次玩四個小時 真的是沒有人會想要跟你玩的啦 太久了這樣子 那我們要玩得好的話呢 我自己本身有一些心得 因為我這個遊戲也玩了就是 大概至少有五十場以上吧 對然後我之前也有去參加這個遊戲的比賽得到第二名 所以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首先呢你必須 把你的某一個種族就是練得很熟悉 對因為它是可以自己選種族的 所以你可以每一次都選同樣的種族也沒關係 就是沒有被別人選走你就可以選 可是呢基本上呢 人類它是很推薦的一個種族 因為它人類是主角嘛 你看就是這個蓋亞計畫 它的主角就是人類 所以它其實是不管遊戲怎麼設置都不會太差的一個種族 你可以先從人類開始練習 對然後其他種族的話就是每個種族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技能 然後所以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每個種族它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你要怎麼打的話就會比較知道對付別人的策略是什麼 然後其他以外的話就是你必須要好好觀察說一開始的設置 像是每一回合會加分的東西 還有每一個高級科技板塊 有的會給你非常多的分數 所以你都要去看一下 然後進行一個你的這場遊戲的策略 就是說我可能一開始就規劃好說我想要拿這一片高級科技板塊 並且我這個科技想要升到五 就是當這個科技權威 你可以一開始就有這個目標 然後朝著這個目標邁進 就會當然有可能被別人就是阻礙啦 可是你就是要觀察一下別的玩家會不會 有跟你一樣的想法 如果有的話你就要趕快朝你的目標邁進 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可以慢慢來 就是先去搶星球 因為星球的話呢 你如果航行到不了的話 你就會很難去別的星球 所以如果你附近有你自己顏色的星球 你也可以趕快先去搶一搶 因為畢竟是蓋自己的顏色的星球是最輕鬆的 所以盡量不要被別人搶走太多你自己的顏色的星球 好 這是我玩這個遊戲帶來的心得 那也很歡迎就是大家來秘密基地找我一起玩這個遊戲 因為我們喜歡這個遊戲的人還蠻多的 因為之前玩神秘大地的人 後來都會喜歡玩這個遊戲 所以呢可以歡迎來大家揪團 或是找我玩這個蓋亞計畫 它就算兩個人玩也是還蠻有趣的一個遊戲 這是它特別的地方 因為兩個人的話呢它的那個銀河會變小 這個銀河系會變小 兩三人玩的時候呢不會那麼大 所以它兩個人玩就是也不會覺得這個地區很空曠 就是不像神秘大地它的地圖是固定的 你還可以自己就是編排你自己的地圖 所以就是它兩個人玩也是蠻適合的一個遊戲 就是它改良了很多神秘大地原本的缺點 謝謝大家 我是蜜蜜基地的李蜜 如果你喜歡我的介紹的話呢 拜託大家就是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按讚 那如果你希望之後繼續收看到我的遊戲介紹的話 那你一定要按訂閱喔 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以後才會通知你我們有新的遊戲介紹 那也會非常歡迎就是大家推薦你想要想要玩的遊戲 寫在下面的留言 那如果我看到會介紹的遊戲 我就會幫大家介紹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蜜蜜基地的李蜜 大家掰掰 掰掰 tac 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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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過多久 oh my 一根拳拳的收到我的口袋 像你像我走 oh my 你的感覺無法充當 baby yeah yeah 打起來打起來 oh poop oh allons oh oh 你上次見面那天 Всё緊感覺不斷 不過是星期一到二的距離 三分钟前我们有头来 不要紧张 我想成为了 我都明白 你也觉得该有心情 站在静音 就怕有人不敢 哪个人都在等待 提三只手掌心 再多听 我不想太内心 很多下音 还要过多久 Oh my 那一切圈的手 带我的口袋 身边下抹车 Oh my 你的感觉 无法冲淡 baby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呜呜呜呜呜呜呜 hayır 宝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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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出我的把戏 ya frying fui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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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lig 到源地降低 ya Tick tick 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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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baby come on come on tell me 還要過多久 Oh my 穿了進圈圈的手 在我的口袋 只能想摸著 Oh my 我 lotta感覺無法衝動 Baby yeah 看著我的把戲 resistance dom Karina tick tick tock tick etc by bwd6